好,在此再次欢迎各位弟兄姊妹 参加今天许曉源教授网上《圣经》讲座的第六讲 《乱世中掌权的上帝》 之前的我们有五个讲座,都是在2021年 许教授讲的有包括了绵羊和山羊的比喻 《敬畏上帝》,《从苦难得智慧,凭信心不凭眼见》 最后是《信从何来》 这些都已经上载在YouTube上的 今次这个讲座,都将会上载在YouTube上 但在上载的时候,我们会将大家的照片遮蔽 所以大家不去担忧 希望大家尽量打开你的镜头 希望我们有多点的视觉上的接触 我首先介绍一下许教授 许教授是一位著名的电子电机工程科学家 他历任香港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的电子电机工程学院的讲座教授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参加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担任这里的电子电机工程学院的讲座教授 他同时是兼任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讲座教授 和香港大学的荣优教授 许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发明家 他拥有数十行的电子发明的专利 例如这个无线充电 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发明来的 好了,今天呢,很多谢许教授在外当中 借着这个 他的故事 和我们讲解一下 在乱世中 我们所掌权的这位上帝 好了,我们开始之前呢 请我们一起 我们同心的祈祷 慈悲的主在 我们感谢你 虽然我们在各样的患难 或者是混乱的当中 主是我们能够依靠你 因为你是那位可靠的神 主啊,你 掌权 就是在这个乱世当中 主啊 求你教导我们 怎样的暂立得稳 从你的话语里面 得着力量 依靠你 跟随你 恬求主高末 许教授的口 将你的话语 讲得清楚明白 也都叫我们每一个听的人 能够在里面 蒙主的恩典 我们这样一祈祷交托 奉主耶稣基督 圣明祈祷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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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想时间交给虚教授 谢谢你 大家也听到了吧 OK 我今天的主题是 《乱世中掌权的上帝》 《乱世中掌权的上帝》 我会讲是 《弹以理》的第1章到第6章 这个内容呢 我讲《弹以理》之前 我首先要介绍一些神学的原则和观念 就是神权、人权和政权的关系 因为 如果你明白了圣经里面 去讲神权、人权和政权的关系之后 我们看很多的圣经的人物 我们就看到他们是怎样在一个 当有 神权、人权和政权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他们怎样过一个 敬畏上帝的生活 所以我会首先介绍了 神权、人权和政权的关系 接着呢我就会 详细的尽量去介绍 《弹以理》的1到6章 1到6章里面 包括有掌权者的 和神的互动 亦都有人 和掌权者和神的互动 我今天会尝试在这6章里面 带出部分的重点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可能6章 所有的经文都会讲的 所以我会只是 抽出一些最 比较重要的经文去解释 首先看神权 我想神权对我们 如果是特别基督徒来说 就不是太困难去明白 因为圣经道一开始就讲了 神创造天地 由创世纪 一章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这个创造我们的上帝 是创造宇宙的上帝 是这个 宇宙未造之先 他已经存在的三明一体的真神 而去到以赛亚书 也都很清楚 上帝藉着以色列人 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 将来会有一个的救主 这个是永恒的 是和平的君王 是全能的神 这个 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耶稣基督 去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 启示6道 也都很清楚说 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 天上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 成了我主 主耶 主基督的国 基督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 其实他只是 遇了一个的王权 这个的政权是属于神的 而这个君王是耶稣基督 所以整本圣经由 第一本 创世纪到最后启示6 由头到尾都是很清楚的一个 单一的信息 就是这个宇宙 将来是由 耶稣基督作为君王去掌管 而他去到新天新地之后 他的国是永恒的 所以神权我们要比较容易去明白 人权也是在创世纪里有提出的 因为上帝 讲过 上帝是照我们 因为三为一体的真神的形象 是照着神 是做人出来 有男有女 而人是 照着神自己的形象做 所以我们是有理性有感性 也是 晓得是可以跟上帝去沟通 所以整个宇宙 去到第6日 创造的最后一日 才创造人类 所有 之前的5日创造 是给人类去掌管的 所以将来人是用来管理 上帝之前所创造的生物 其他头那5日上帝创造 都是说好 去到做人的时候特别强调是很好 所以 人在神心目中是被创造当中是最重要的 所以后来就算人是犯罪 离开了神也好 神已经是安排了 救主耶稣基督 是为人 为罪人去负罪 所以 人在神眼中是很贵重的 我们得救的人是 上帝重价 买回来的 所以 我们看到 神权是 最大的 而神创造的宇宙当中 祂给我们 有我们的权利 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 所以在万物被造的当中 人的地位是最高 圣经里面 《创世记》是没有讲到 开头那几章是没有讲到 政权的 政权不是神开头创造的一部分 政权是人犯罪之后的产品 我们看回《创世记》 如果我们看回《创世记》 这里 由创造天地 阿当夏娃之后 阿当夏娃选了是离开 选了离开上帝的时候 不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 他们 选了以慈我为中心 人的罪就进了世界 一聚入世界 就越来越快 很快去增长 我刚才看到 人的政权 不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 人的政权是人堕落了之后 上帝 容许和任憑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阿当夏娃犯罪 他不要上帝 做他们生命的中心 他要自己作主 以自我为中心 过生活的时候 他们就离开了上帝的 圣洁和公义的范围 但聚入世界 我们看到 他们的大儿子 该人就杀了阿伯 第一个 谋杀就开始 所以人犯罪 不是因为 他 自己本身 是 故意去做 当人选了不要 上帝做中心的时候 他的生活表现 就是聚 因为他影响不公义的环境 那个状态之下 去生活 聚入了世界之后 就发展得很快 所以去到第五章第六章 已经 圣经讲 耶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 是很大的 中日所思想的 都是恶 其实是什么事呢 其实当时 是还没有十戒被颁布的 当人离开了上帝 没有网管的时候 就靠谁 靠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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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当罪去到 是这样 去 扩张的时候 神曾经是 用洪水 毁灭过世界 一次 因为 神是 等到人的恶冠满形的时候 才出手 他仍然是容忍着人 但是去到恶冠满形 神就会出手 那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在 人代落了之后 才需要有 政权 在 政权这件事呢 我之前在 讲敬畏上帝的时候 提及 在撒母义记上 当那些 以色列人 要求有个王 那 当时 神就叫撒母义 跟他们说 如果你要个王 这些王会 抽你们重税 要将你的儿女 去打仗 讲了很多 有王之后 会发生的问题 但是他们不听 他们要求一个王 好像撒母义记里说 求你们 求你为我们 立一个王 治理我们 神就听到 其实很不高兴 任凭 容许他们 你只管听他们说 因为他们 不是厌弃你 是厌弃我 这些 以色列人 是不要上帝 做他们的王 而那些人 为什么要 皇帝呢 有个皇帝 治理我们 统领我们 跟我们去打仗 打仗是 犯罪之后的 事 犯罪之前 没有的 所以我们看到 人的政权是在 犯罪之后 才产生出来的 本身 神有部分的政权 神是许可的 因为 同一个败坏的地方 有政权是好 没有政权的 因为 有政权 仍然可以 规范罪恶 而没有政权 就完全 不受控制的了 但是有些政权 变坏 就变成 罪恶的本身 所以我们看到 就算这些 以色列人的王 要求一个王 都是跟他们 打仗 都是 去 争战 犯罪之后 人堕落之后 才会做的事 来的 有一段经文 是很容易被误解的 是罗马书第13章 1到7节 这段请我 请我 听我读一读出来 这里这么说 他说政府的权柄 人人都当服从 因为没有一样权柄 不是从神来的 掌权的 都是神设立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反对 神所设立的 反对人 反对的人 必自招刑罚 执政的 不是要使行善的 惧怕 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 你想不怕掌权的吗 只要行善 就会得到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 服役 是对你有益的 但如果你作恶 就应当惧怕 因为他配件 不是没有作用的 他是神的 服役 是向作恶的人 施行刑罚的 所以 你们要 必须服从 不是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 因此 你们当纳税 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 专责处理者是的 你们要向各人 清还所欠的 应当纳税的 就要给他纳税 应当进贡的 就要给他进贡 应当敬畏的 就要敬畏他 应当专敬的 就专敬他 如果大家 看这段的经文 只是 拿头那两段 就很容易有误解的 其实是在 唐崇明的 《神权、人权、政权》的一本书里面 他特别提出这句说话 是经常被一些 极权的统治者 是不用的 如果我们看头那两节 而不看 整段经文 很容易就抽了出来 如果你留意我用不同颜色 这里有五次提到 人的政府的权并 是从神来的 第一次 从神来的 第二 神切纳的 第三次 神的劳博 再一次 神的劳博 跟着 神的差役 一段很短的经文里面有五次强调 政府的权并 人的政权 五次强调 是神容许的 神切纳的 即是说 人的 政权 是在神权之下 这是第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不要 忽视了 最重要的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就是这个 神容许的 这个政权 有什么功能 第一 这里写 不是要使行善的 惧怕 而是要作恶的惧怕 是对人有益的 对你和我是有益的 有三个的 功能 如果是这样 那么呢 所以 你们就要服从他们 不单是因为怕刑罚 因为是良心的缘故 良心即是说 如果我们心里面知道 这是好的 正直公义的事 我们都要支持 接着他就说 他们是神的差役 接着他就说 应当纳税的 就要给他纳税 如此有几次 他说了四次应当的 就 怎样 应当的就怎样 言下之意 不是所有都是应当的 如果我们将 这一段 七节的经文 分析它 归纳了 这个图表 人犯罪之后 神容许的政权 第一 在神权之下 因为他五次提到 从神以来 神设立的 神的 伯役 神的伯役 神的差役 第一点他强调就是 是神容许的 功能是什么 是规范罪恶 所以我留意到 人的政权 是在人代落了之后 才产生 要来规范罪恶 不是要 行善的巨怕 是要作恶的巨怕 是对民众有益的 如果是这样 所以 你们要服从 应当 做的 就要做 就是这样的 结构 但实际上 我们看到 在现世的政权 甚至是以前 甚至将来的政权 除了耶稣基督最后 掌权的 永恒的国之外 有人的地方 就是有罪的地方 人已经代落了 所以我们要留意到 如果你看一下 如果神原本 允许 的政权 是 是想善 佛恶的 但是如果政权变坏到 是想恶 佛善的 是要使作恶的巨怕 使行善的巨怕 你就见到 是会对人有害的 所以你见到一个政权本身 那个 光谱可以是很大的 在乎人 对上帝 的权 信不信服 所以我们看回圣经 其实神已经提醒过 以色列人 他第一次要王的时候 神任凭他 简术罗做王 但是 当时 借着撒母耳跟他们说 如果你要这个王 但是 只要这个王仍然是 信服 神 听从神的指引 神仍然会祝福他们这个国家 和他们的子民 神是愿意做他们的神 我们知道 撒罗不听话 利用上帝 他不是真心 敬畏上帝 去到大位 就是相对来说 是一个 比较接近 敬畏上帝的一个王 但是去到所罗门之后 也是开始离开上帝 他 引入很多的飞笔 引入很多的外邦的假神 所以去到 所罗门死之后 他的儿子 罗波安 和 后来分裂出来 北国 六十个族 分裂出来的 耶罗波安 都不再敬畏上帝 都是拜偶像 他们自己 所以上帝 都提醒过 罗波安 和耶罗波安 当他们分裂之前 只要你仍然是 听从神讲 不犯罪 不拜偶像 神都会祝福他们 但是 人 听了很多神的劝告 都是深硬 不要 不要神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政权 本身 不是神 创世事 创造 是人犯罪之后 神容许 设立的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政权 都是在规范罪恶的 他不是可以帮到 人去 过一个盛节的生活 我还记得 七十年代 我在香港的时候 当时就是 枪技合法化 跟着 赌博合法化 很多的政权 很多的政权 是将神 厌户的事 将他合法化 就变成 可以接受 人可以接受 所做的事 今天是一样的 今天 除了赌博合法化 枪技合法化 和圣经合法化之外 甚至有些 政权 是用一些 法律 控制 人的 敬拜神的 自由 所以我们看到 再一次排列 神权是最高的 因为神创造 整个宇宙 他是自有永有的神 而这个神权 最后是由 耶稣基督 是做我们的 永恒的君王 人权是 神创造的时候 特别体重的人 所以人有自己本身的价值 但是人权是 神组定 但是在神权之下 人权是 人的政权是 是放在最低的 因为人的政权 不是创造的时候 有的 不是神御组定的 是人犯罪之后 才需要的 而就算 神容许都好 权力 都是由神而来 这个就是 顺服政权的基础 那么这些的政权 应该是服务 市民 不是要使行事的巨怕 而是使作恶的巨怕 也不是要来 满足统治者的私欲 事实上说 有些的 政权是当敬畏的 我们就要敬畏 言下之意 不是每一个掌权者 都是受到尊敬 这个就是我今天 首先介绍 神权 人权 政权的关系 但是其实 这个 神学的概念 在上个世纪 1954年 王明道的一篇的文章 是写得很清楚的 在王明道 牧师的文章 叫《信从人》里面 他说到 第一 我们应当信服神 第二 我们在不违背 神的命令的范围里面 也都应该信服 一切的制度和权定 但很清楚的 我们是应该要信服 因为神是容许这些政权 但是 如果人的制度和权并 与神的命令有相抵触 那样 我们 只有不信从人 只信从神了 这个就是 王明道牧师 很简洁的 将 神权、人权、政权的关系 说出来 他还说到 基督徒应该 信服一切的制度 肯一切 有权并 和一切有权并的人 但是肯遵从神的旨意 圣徒的交通 教会中 与圣徒 一同事奉神 保守教会圣洁 为主作见证 传扬 救恩的福音 这些事上 就不可以有妥协了 如果真的有难了 基督徒就要付代价了 这个就是 王明道 是在上一个世纪 一篇文章里面 将 神权、人权 政权的关系 是很简洁的 写出来 其实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 很多的人物 包括我们的主义 耶稣基督 都是在 人的制度之下 受苦 今天我会说 但你和他三个朋友 如果我们看回 保罗 和彼得 他们一样是 因为 因为人的政权和神的价值 是有充分的时候 他们是去殉道的 耶稣基督本身 的罪名 因为他是 自称神的儿子 与上帝同等 他的罪就是因为这样 而保罗和彼得 殉道 是因为他是基督徒 他们大约在公元后的 67年是殉道 当时就是 将 罗马 火足的 大火的事 推给基督徒 或是基督徒 去生事 所以当时 基督徒 很多是被主决 所以当保罗 他说到 你们只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耶稣基督 就必得救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跟我们 现在的情况 很不同 当时你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承认就是说 你承认是基督徒 心里相信 是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你承认你是基督徒的身份 你就是被处决的 而保罗和彼得处决的方法不同 因为保罗本身是罗马的公民 所以他不需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所以他就被 被判断死了 比特因为不是罗马公民 所以就要钉十字架 他就是 据传说 他就是 倒转十字架去 殉道 因为他觉得 不配 好像耶稣基督那样 殉道 那今天 第一部分 我就是 去到这里 是用 黄明道 牧师 那个 文章里面 去 summarize 这三个关系 那黄明道 先生本身是因为 信仰的缘故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他是 坐了二十二年间 而他太太也是坐了 十五年间 再加三年怒改 那我们见到 真是 在我们中国里面 都有一些是 愿意为上帝付 代价的 信徒 然后我会解释 弹以理书 弹以理书的背景 我首先讲一讲 当约斯雅 带领以色列人 入了加南之后 神是拣选 先知 和士师 去带领他们 他们没有君王 但是去到 撒姆尔做先知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要求 撒姆尔 为他们立一个王 带领他们去打仗 虽然撒姆尔已经警告他们 如果你有个皇帝 就会奴役 他们 抽重税 但是他们都不听 刚才我都提到 分裂之前 所罗门的儿子 罗伯安 更加对人 更加严厉 更加抽重税 因为 所罗门 他的维持强盛的国家 是靠抽重税 到 他死之后 那些人要求 他的儿子 不要再抽重税 如果你不抽重税 我就支持你 但是 罗伯安 是很不生性 他说 我要更加重税 令到 各国家分裂 但是他那个神子分裂的神子 是耶罗伯安 带领十国成立 北边的国家的时候 都没有听神说 虽然神已经跟他说过 我给十个 俗里 给你立国 但是你要听我说 但是他也没有听 他第一样做 就是做一只金牛 因为他不想 北边的以色列人 落关耶路撒冷道的惊拜 所以他就犯了一个大恶 就是做金牛 以及大偶像 背景 第一章的背景 就是 右大 就是南边的国家 当时北国已经是被灭亡了 而剩下的是南边 右大的国家 一个很小的国家 那 那么 当时 未去到亡国 还有19年才亡国 是第一次 尼布加尼撒王 围住攻陷耶路撒冷 但是他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 他就没有 将城墙、圣殿、毁灭 他只是 是老走了部份的巴比伦的贵族 和一些祭司 这个就是 戴尼利 书第一章的背景 跟着 戴尼利1、2、3、4、5 头那六章 二到 后面 十二章 都有一个主题的结构 我分它为主题 A、B和C A是说 神是主宰和更换服势的政权 并最终以神权 去取代政权 那他就会用一个 尼布加尼撒王的第一个梦 去将 神那个 在历史上的 决定 宣告出来 很奇怪的 他是用尼布加尼撒王 去宣告出来 不是由一个 大祭司去宣告出来 那第二个主题 在第三章 就是 是 戴尼利的三位朋友 是面对 就是 不肯把金像 给火烧 那段故事 那么主题就是说 凡纳自跟从神 而受苦的人 是会有神的同在 和保守 那么第四章 就是 尼布加尼撒王 是第二个梦 这个梦 就是 神是要再去 令他谦卑 让他知道 真正的上帝才是 掌权的上帝 这个主题就是 神情界敌绑神的掌权者 第五章 又是 主题 第四章 这次的对象 就是 白沙杀王 第六章 就是 去 主题B 就是凡纳自跟从神 而受苦的人 会有神的同在 和保守 就是 丹尔利要被 扔入 狮子炉里面 最后 第七到第十二章 就是启示文学 就是说将来末世的时候 到最后永权 就是永恒的时候 是 神掌权 这个才是 唯一一个 神喜悦的角度 这个是 整本丹尔利书的主题 结构 其实是相对 简单 虽然 是 七到第十二章 因为它是 启示文学 比较难去解释 但是 第一到第六节 结构是很清楚的 信息是很清楚的 我们再看回地图 左手边的地图 就是当时的 巴比伦帝国 巴比伦帝国就是 现在的绿色 这一部分 你看到是很大的 它是包括了 现在的伊拉克 敘利亚 土耳其 和埃及 所以整个 很大很大的帝国 围住了一个很小的国家 叫尤大 就是这里 如果我们用回现在 现代的地图 你看到 它整个阿拉伯 北边 去到科威特 去到整个伊拉克 敘利亚 土耳其的南边 加上埃及 都是它控制的範围 而 我们先知已经很多次 跟他们说 他们会被忘国 所以 当以色列 和 犹大 国 面对 灭亡的时候 如果作为一个 以色列人 或者一个 就来被忘国的人来说 觉得好像是很 没有希望 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在耶利米书那里 原来忘国都是神的旨意 耶利米书第32章 27节28节那里说 耶利米先知 跟 犹大人说 犹太国的人说 我是耶路华 凡是凡有血弃者的神 喜有 我喜有难成的事吗 耶路华 如此说 我必将这成 就是耶路撒冷 交付加勒底人的手 我巴比伦王 尼布格尼撒王的手 他必攻取这成 所以原来历史的变迁 完全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 去到我们第1章第1节 的时候 提到 犹大王约瓦敬 在位第3年 巴比伦王 尼布格尼撒 到耶路撒冷 将成围困 接着很重要 主将犹大王约瓦敬 并 神殿的器皿 交付他手 你看到 神殿很清楚说 是神的旨意 要 尼布格尼撒王 去攻打 犹大 这个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 神已经用了 耶利米先知 超过23年 去跟他们说 叫他们去 回归 不要再犯罪 如果我们看回耶利米书 请请我读出一段 很短 很简介 耶利米书第25章 这里是这样说的 这里是预言 犹大是被老70年 这里说 犹大王约瓦敬的儿子 约瓦敬的第4年 就是巴比伦王 尼布格尼撒王的元年 他说 现在 这23年之内 就是说 由 约瓦敬的父亲 约瓦敬的父亲 做王 到现在23年 耶利米书 尚有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 我也对你们传说 就是 一早起床跟你们说 但你们都不听 上帝说 你们要回头 离开恶道 和所作的恶 你就可以居住在耶和华 古时赐给你们列祖的地方 直到永远 不可以随从别的神去敬拜 不要用你的手惹怒我 但是你们没有听从我说 竟然用手惹我发怒 陷害自己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召北方的 众族 和我仆人 巴比伦王 为攻击者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算 一个不认识上帝的 尼布甲利撒王 在掌管永恒 人的历史的上帝手中 都是神的仆人 因为圣经里讲到 上帝是可以 改变 掌权者的心意 他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就算人的邪恶 都难阻不了 上帝 那个 计划 但是我们看到 尼布甲利撒王 我们用几段经文 看到这个人的性格是怎样的 我会说 他第一个梦 当时他的梦 他发了个梦 但他记不回那个梦 所以他就叫 当时那些 有知识的人 就会把梦 说回他们听 和解梦 解不到 就将他们的灵词 他是很残暴的 军王 他自己记不到 梦 还要人们 说回梦 给他听 说不到 解不到 就要将他灵词 这里的灵词 和中国的灵词 不同 这里的灵词 首先是将四肢斩断 让他痛苦 然后才斩首 如果没有人说出来 这个王 就大发烈露 就要灭绝所有的 巴比伦的哲事 你留意到 很多年代 这些极权的掌权者 都喜欢去屠杀 知识分子 巴比伦王都不例外 甚至他是 不将神放在眼内 他要 但以那三个 朋友 走入火炉的时候 因为他们不肯 拜金像 他跟他们说 有何神能够 你们 脱离我的手 言下之意 他就是说 没有一个神 救他权力那么大 就算你是 神都好 都不够他大 这个就是他当时的 那种的态度 不单 后来他 第3次 即19年之后 他真是去 毁灭 由大力的时候 他将最后一个王 在这个 这个王面前 杀了他的儿子 然后将他的眼挖出来 所以你看到这个王 是极之的残暴 但是 就是 当他们 丹尼里和这三个 朋友 被老的时候 在 丹尼里 在耶利米书 已经有 信息跟他们说 就是说 在耶利米书第29章 提到 他说信尚说 这封信就是耶利米 是写给被老的人 他说 叫他们要留在 巴比伦道 盖房屋 耕种 生儿育女 要他们 去生养众多 为成求平安 因为 耶和华 跟他们说 要他们在那里 七十年 七十年之后 才可以回归 是 利布格尼撒王 跟亚述王 是不同 当亚述 毁灭 北边的国家 以色列的时候 亚述王的政策 就是将所有的 以色列人 流亡 其他地方 不可以让他们 留在本土 让他们 被其他人同化 就没有了自己的民族 但是巴比伦 就不同 他 那个姜土很大 他就用回一个 以而制而的策略 就是用回当地人去管 当地人 所以他 在第一章三节里 利布格尼撒王 就用 同化的方法 去 希望 将这些 犹大 贵族 是 为己所用 他就派了一个总管 阿斯比纳 就在以色列的 俗虎里面 是选出一些皇室 和贵族的青年 这些青年 一定是武残疾 英俊 聪明 学习 丰富 才智个人 有资格 才有资格 在宫廷服务 所以他选择一些 就是那些精英 才智个人 第二个同化的方法 就是言语 简单来说 现在就是 母语教学 要他们 学习巴比伦的 言语 和文字 第三样 要他们 肯合作 就要给好处 他们 利友 给他们权力 地位 利益 给他们三年的 奖学金 在皇面前 可以享用皇的 饮食 目的就是 希望用 犹太人 的精英 将来去统治他们 这些享用食物 其实是有个 言下之意的 因为当你是 和皇饮食的时候 吃皇帝吃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皇帝的一家人 就是属于他 自己人 是这样的意思 还有 他们 是在宗教上 要改造 在意识形态上 要控制他们 我们留意 太监 总管 和 但以利 和那三个朋友 改名 原本他们的名字 我们看 这个列表 但以利的名字 意思就是 神是我的审判者 这个神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我的审判者 阿哈利亚的意思就是说 耶和华已经私恩 米沙利的意思就是说 谁能及上帝 就是谁能及耶和华 阿哈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帮助 大家留意到 符合他们国情的宗教的多神的一个系统里面 但以利和他这三个朋友 是遇到一个很大的 冲击 因为他们 在旧约里面 已经有很多的 条例是他们在饮食上 是要 保持性结 例如说他们不可以吃猪肉 不可以吃有殻的海产 即是猪扒不能吃 龙虾不能吃 蝦不能吃 但是 巴比伦王就没有这些限制 他们如果要吃王的饮食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是会令到自己不洁 不洁净 有些人就可能会想 很小事而已 就是饮食的东西 但华以利 这个圣经记载 很特别的 他是纳致 吾尖 王公的 食物和酒 那个重点是纳致 那我就想一下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有些人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不是我想 但是 各都忘了 如果不是我随时会死的 但是 但以利 他作为一个被简选 出去的人 留意回简选是什么人 这里说 才智个人有学悉的 才智个人有学悉的 我相信 他是看了很多 当时的摩西五经 当时的旧约里面的经典 他也都听过 很多耶利米先知的说话 他亲眼目睹 以色列 和犹大国 不听上帝讲 而最后真是去到亡国的阶段 这些沉痛心情 看到 上帝已经说了这么多 但是整个国家都不听 他知道 这个 这个学习 这个学习是极之痛苦的 所以他 见证了违背 对上帝命令的恶果之后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就立了一条线 他立志 不过这条界 就是说 我不会 我虽然 被人老了 但是我立了一条线 我不会 得罪我上帝 我不会得罪我上帝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又想起 在哥罗多前书 有一句我们很熟的说话 他说 你们所意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的试探 过于你们所受 在试探的时候 总要 给你们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我想了很久 这条是什么出路呢 会不会是突然间 去到某个环境 突然间有 有个选择 是可以脱离苦 这个困难危险呢 后来我想想 原来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原来耶稣基督 受试探的时候 告诉我们这条出路是怎样 这条出路 如果我们看回耶稣三次试探 都是用上帝的说话 去对抗魔鬼 这条出路就是上帝的说话 如果我们用敬畏上帝的心 用上帝的说话 去面对试探 这个就是那条出路 所以当 但以理他纳志 不过这条线 这条线就是说 他不会 得罪上帝 他要敬畏上帝 他不要得罪上帝 当他这样纳志的时候 那条纳志的时候 他就开始 要求太监长 不用他们去吃皇帝的食物 太监长就 害怕 太监长就说 如果你们身体不好 我都会被杀的 但是圣经里说 上帝 又是上帝 上帝在棍壇当中 原来都是上帝掌权的 让阿斯比拉同情 但以理 容许他们 食蔬菜 饮清水 十日 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原则 我想带出的就是 《肯撒母义记》上 二章三十节 神讲过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看宠他 藐视我的 他必被轻视 原来圣经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是不变的原则 就是说原来 你跟我 尊重上帝的时候 上帝是会尊重关我们 你尊重我的 我会看宠他 藐视我的 必被轻视 是一个圣经原则 所以你看到 当但以理 他画了一条红线 他不会去得罪上帝 他尊重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 介入 令到 太监长 同情他 容许他们 四十日 跟着 我们看到 上帝令他们更加健康 更加强壮 上帝使 也是上帝主动 令到这四个 青年人 更加好的学问 这四个人被选中 甚至他们 是比其他 一起受训练的人 好十倍 跟着 正经道就讲到 但以理一直留待 皇宫里面 去到古列元王 去到古列元王 是隔多了66年 就是说 如果但以理 他是被老的时候 是20岁 他已经80多岁 到时 当时是波斯王 取代了 巴比伦王 已经是 巴比伦王 已经是 到这里为止 我们看到 在乱世里面 困难里面 原来都是上帝掌权的 然后 去到第2章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发生 就是尼布格尼撒王 发了个梦 他忘记了自己的梦 就要所有那些 知识分子 跟他解梦 如果说不了 说不了梦给他听 也都解不明白梦 他就要大屠杀 这些知识分子 一起灭绝 但以理 在这些知识分子当中 他跟他三个朋友 都会被杀 所以他们 听到这件事之后 他们有一个回应 当人去到 绝境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 他们 就是他们一起 去祈祷 原来他们 人去到困难的时候 这里给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 去依靠 上帝 甚至将我们的困难 跟上帝 去祈求 他们求 神这个奥秘 指明给他们看 免得他们都一起 灭亡 在夜晚当中 神真的将这个仪仗 显明了 给 但以理 跟着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在 《但以理书》 第2章 20到21节 神是借着《但以理》 将神的对人类历史的宣告 写了出来 这里讲到 愿上帝的名得到清重 从永远到永远 因为智慧和能力都是属于他的 他改变时间季节 他废皇他立皇 他似智慧及智慧人 似智慧及聪明人 他显明深奥和隐密的事 他 动为暗中的一切 因为光明与他同住 第一样他讲的是什么呢 神的名 值得清重 我想解释清重 因为很多时候 有时候我听到一些 基督徒朋友讲笑 他说 是否将来在天国里面 每天都是唱圣诗去赞领上帝 如果是会不会很闷 其实这个观念不对 上帝值得清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是值得清重 让我再解释这个说话 上帝值得清重 不是因为上帝是很喜欢人去清重他 你不赞我呢 我就不行的 你一定要赞我才会开心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上帝值得清重 因为他是 伟大的 是一个圣洁 慈爱公义 创造宇宙 无限智慧的上帝 是你和我的创造主 所以值得清重 很简单来说 如果喜欢踢足球的 你可能知道 谁叫Bakham Bakham 如果Bakham 在31 外面 写一个佛球 在龙门的角度入 我们拍手清重 是不是 厉害厉害的 如果上帝告诉我们 他怎样做我们的DNA 这个DNA这个程式 怎样令到我们每个人 眼 耳口鼻的形状 生出来 他解释到我们听 宇宙怎样去做 好像他跟约伯说 说一下约伯都知道 他不明白 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 清重上帝 因为我们不明白上帝的伟大 当你明白了上帝 当我们还有罪的时候 还做着人的时候 他已经 派耶稣基督为我们 服罪 为我们受苦 如果我们没有感觉 我们看不到上帝 那个伟大 那种慈爱 我们是不懂得 从心里面 去称赞上帝 但以来他看到 在他们面对 绝境的时候 神被他解梦 他看到神的伟大 在这个时刻 所以他说 神的名 得清重 从永远到永远 因为智慧和能力 是属于他的 所以我们敬畏上帝 我好像上次 解释 约伯企的时候 不是因为他 祝福我们 我们才敬畏他 就算上帝 不祝福我们 他也是值得敬畏 他也值得清重 因为他本身是伟大 跟着21节 一个很重要 对全人类的宣告 这个上帝 可以改变时间 他可以立王 废王 整个宇宙人类历史里面 人的 轻衰 正 朝代的轻衰 改朝换代的权力 是属于上帝 这些的智慧 只有上帝知道 如果他要赐给人 人就才可以知道 好像 但以利那样 如果上帝不是 赐这个智慧 给他可以解梦 解这个意象 但以利也不行 所以但以利是一个很清楚 很谦卑的人 他知道解梦的能力 不是由他而来 是由上帝而来 上帝就是 智慧 给他 将 深奥而隐密的事 告诉他 知道 所以 但以利这个宣告 是对人类历史里面 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原则 无论你信不信 神都好 掌权者 任何一个掌权者 改朝换代的 主权 是在上帝那里 那这个梦是说什么呢 这个梦呢 就是说一个金像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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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很特别的 就是 上帝其实是对 是启示着将来 历史发生的事 给尼布格尼撒王知道 其实上帝是在恩代 尼布格尼撒王的 大家留意 所以我们看 但以利书的时候 不要只是看 但以利和那三个朋友的事 要看上帝 怎样对 那些王 那些 权者 掌权者的事 这里是上帝 是启示给他知道 所以 但以利说 他说 有一位 天上的神 将一切隐密的事 告诉你 告诉你 尼布格尼撒王知道 这件事是日后会发生的 是上帝要 令到尼布格尼撒王 知道这件事 是上帝主动 要尼布格尼撒王知道 未来的历史的发展 这个梦里面是说 有一个像 头是金色的 是代表 巴比伦 的帝国 跟着 手臂 和空膛 是银造的 后来是代表 代马和波斯 跟着 腰幅 和腰 是同造的 是代表希腊 将来希腊的帝国 最后的脚 是铁造的 代表罗马 这些全部是按着上帝的宣告 后来是发生的 在改朝换代的时候 而最底的那一层 就是 脚 这个脚 这些脚尺 脚和脚尺 是由泥和铁 混习而成的 即是说它有一个 很大的王国 慢慢变成一个很多小的国家 大家有些是强 有些是弱 好像一个多国的联盟 而跟着那个弱 那个弱 就会有一个是非人手的石头 就打下去 脚的脚 整个的杖 是碎了 而这个 非人手的石头 就慢慢变成一个大山 充满全地 原来这个弱像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上帝是 二早 是说了给尼布 撒王 尼布隔离撒王 知道 将来历史 怎样会发生 而最后呢 是会有一个 这一个永恒的国 是神兴起的一个国 这个国 是耶稣基督的国 是永远传到 永远远 是永恒的国 原来神就已经将人类的 是 啟示了给尼布隔离撒王知道 这个就是他第一个梦 所以我们这个章节 主题就是 神主宰和更换属世的政权 并最终以神权取代政权 神就藉着这个梦 是啟示了给 当时最有权势的尼布隔离撒王知道 也藉着犹太人 向全世界宣告 将来会有一个永恒的国 就是属于神的国 因为 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的见证 他们倚靠神 他们祈祷 而神给智慧他们解到这个梦 尼布隔离撒王对神 这个上帝 旦以利 当当 旦以利和他三个朋友的见证 他们见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 是很影响了 尼布隔离撒王对上帝的态度 所以他就对但利说 他们的神 为什么他说你们的神 因为他见到他们的生命的见证 你们的神 真是万神之神 万王之王 刚才我们看到两个列表 巴比伦这个国家 是很多神的 这个文化里面是很多很多神的 现在 这个 尼布隔离撒王 开始见到 原来 但以利 他们的王 才是万神之神 他第一次见到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他们的见证 他们在 王 掌权者身边的见证 所以 王就将他们提升 立他们做一些高官 但以利就是在皇宫那里侍奉 但是 第三章 接着就说 尼布隔离撒王 要 起一个金像 很奇怪 一开始我看一个金像 他要人们拜的时候 我都没想到那么多背景 后来我想想 才发现 原来 是有个含义在背后 当尼布隔离撒王 他知道上帝 和他宣示 未来的历史是会怎样发展 怎样改造幻代的时候 原来是他心有不甘 他知道上帝宣告之后 他仍然心硬想抗拒神的旨意 因为为什么呢 你说如果这个金色的头 是代表尼布隔离撒王 是发表瓜比伦帝国 他就要做个金 由头 去到尾 都是他的帝国 看不见 看到这个意思 原来他是心有不甘 他对上帝很抗拒 因为 人的 权者 一尝试过 掌权的滋味 是会上瘾的 掌权者 是很难放手的 所以 原来我们看到 一个独裁者 他开始 不安全 因为 为什么呢 上帝跟他说 他的朝代会被毁灭 会被推翻 他没有了安全感 他还妄想 不听上帝说 香港要永续权力 所以他就要一个金像 从头到尾都是金的 他不要上帝跟他说 会改朝换代 他要从头到尾都是金的 这个就是他要做金像 我相信他做金像的原因 但是不止 当一个独裁者 他觉得自己不安全 即是很 insecure的时候 他就要那些人 是去 效忠他 所以他做这个金像的时候 他就叫了所有的总督 总监 省长 参谋 法官 裁判官 所有的官员 他的官员是 可以讲不同 语言 因为他是以而制而的制度 他将各地 他征服了的国家的那些人 拿了 去训练他们 去管他们的那些民族 所以这些官员是 懂不同语言的 都要下拜 OK 刚才我讲到 这个独裁者 他一无安全感的时候 他就要用 他的权力 包括他的军事力量 如果不听话 不去效忠 他就要放在火壶里面 烧 就是要用恐惧 去令到那些人 是对他 效忠的 那 当时来说 就是 用火壶 其实呢 如果现代来说 其实 这个金像 其实都可以是 当于一些的 宣誓效忠 或者是签一个 文件效忠的 一个行动 要去对一个 政权的宣誓 而 不宣誓的后果 现在来说 就不是扔在火壶里面 可能是 You are fired 就是 你被人 撒鱿鱼 你失了你的工作 那个fire 就不是 扔在火壶里面 所以你看到 每个时代 的权者 都会有 有一个 就是 一种的 不安全 他就要人家 去效忠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一道里面 我们看到 是 尼布格尼撒王 他是 不想 接受上帝的宣告 他要他是 永足 帝位 永远掌权 要 用他的 暴力 要人去屈服 所以他就要 用 恐惧 要人家 换取人家的效忠 去到这里为止 我们看到 人 掌权者要求的效忠 很多时候 是出于 用恐惧 去换取 回来 但是基督徒 对上帝的 效忠 虽然我这个中文字 错了 这个是忠诚 那个 手写版 可能认错了 我写得不好 基督徒对上帝的忠诚 是出于爱 不是出于恐惧 所以我们 对上帝 是用爱的回应 是对 因为 神的爱 去回应他 对上帝效忠 就不是因为恐惧上帝 我们 去警戒上帝 这个是分别 对我们来说 如果我们现在 代入去 丹义丽和他的朋友 当中的环境 会怎样面对呢 当 神权与人权 和 政权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当场 我们会尽快宣誓 效忠 要保住这份工作 还是我们会拒绝 去妥协 好像丹义丽的三个朋友 那样 我们可能都要每一位 朋友都在心里面 向神去反省 当 这三个朋友 不肯下拜的时候 这个王就给他多次机会 第一次不肯 这个王听到这件事 大发雷霆 他说他大发雷霆 下令这三个人 带他面前 他说如果我的音乐 再起的时候 如果你不 你不拜呢 我就会丢你入去 红红的火药里面 你们以为 会有神明 来救你 来脱离我的手 那样 他觉得 神都不够他 能力那么大 但是这三个朋友 答得很妙 他说陛下 这件事 我无需 回答你 什么意思呢 我和你 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没有讨价还价 原地 他很淡然 他不是 很激动 不是很害怕 在那里哭 不是在那里哭 他很淡然的 去答这个王 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如果我们被 迎在火药里 我们所侍奉的神 一定能够到我们 但是即化不然 王呀你都知道 我们不会侍奉你的神 也都不会向你的金像下拜 我们看到 这三位 这三位 犹太人 他敬畏上帝 他好像若白一样 他尊重上帝的绝对主权 在若白书里面 我们看到 上帝是可以 赐予 但是可以收取 可以赐福 亦都可以赐和 他们很清楚 救他们或者不救他们 不是在上帝能力的范围里面 因为上帝 必能救他们 他们很清楚说 神必能拯救我们 所以这件事不是上帝能不能够的时候 因为上帝是全能的 但是他们说即化不然 即是说他们尊重上帝的主权 救或者不救 是在上帝的主权范围里面 他们尊重上帝的主权 所以上帝不救也好 他都不会侍奉你的神 和你的金像 也都不会向金像下拜 这个我们看到 这几位年轻人 他很有知识 我相信他很多的知识 是由他 当时旧约的 圣经的经典里面 从神的智慧里面学回来 他们见到 以色列国和犹大国 不听 那么多个先知的劝告 回归上帝 这个很痛苦的经历 他们自己 决定 他立志 不得罪上帝 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态度 当然 王继续扔他下去 甚至连台起三个人的 军人都被烧死 因为王要将火加热 但是当他们进入火湖里面的时候 尼布格尼撒王就看到 为什么我看见四个人在火里面走来走去 他们都没有被绑住 有没有一点烧灼的样子 而那第四个人好将是神 或者有些亦是神的儿子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 当人被绑绑的时候 被人绑绑的人 上帝就释放他们 是 我就想想 如果 你这三位朋友 拜金像 后果会怎样呢 当然当时不会死 不会被带入火湖 但我相信他的心里面是很难过的 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是会得罪上帝 他们愿意选 等了 情愿去殉道 但是神就恩待他们 在火湖里面出现 释放他们 保护他们 也是因为他们 这三个 年轻人 愿意用生命去做见证 令到这个不信上帝 的尼布格尼撒王 他说愿 你们的上帝 得道 清重 这次他清重这个上帝 因为他看到这个上帝的伟大 就是因为你们的见证 无生命危险 不肯拜任何神明 专一拜你们的上帝 所以你看到 在掌权者身边的人 如果你们有信上帝的人 你愿意用你的生命的见证 其实你可以影响一个朝代 的发展 这里我们看到 三个 愿意 用生命为神做见证的人 可以影响一个 权倾 朝野 的独裁者 对上帝的态度 相反 如果他们一早就拜了 我相信 尼布格尼撒王更加看不起他们 和他们的上帝 所以我们看到尼布格尼撒王 因为这三个 忠于上帝 愿意用生命作见证的人 他作出一个宣告 很奇妙 这个宣告是一个 当时是 拜了很多神的 王 不是 相信神的王 他开始看到上帝的伟大 这个是他第三次的回应 他做了一个见证 很明显看到 如果看到这里 大家都看到 上帝是想拯救尼布格尼撒王 但是他是很 深硬 他是不想接受上帝 其实跟我们很多人一样 我们开始 听到福音的时候 知道这个上帝对 但是很多抗拒 但是上帝 神就一步一步去 解开 他的结 他在这里有感动宣告 这个至高的神 他的神迹是伟大的 他的 他的歧视是有能力的 他的角是永远的 他将神的永恒的角 宣告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在 掌权者身边 如果我们是有信仰 是属于基督的人 有没有想过 我们怎样去影响 掌权者的 决策呢 还是我们会带头去 叫人拜金像 以保住自己的职位呢 如果你在职场上的 你的上司 要你做一些事是不合 道德的 你会 在职场上的 附计的时候 他不想到有神 但是神呢 很恩待他 给一个 醒醒他 给一个梦 吓醒他 很多时候 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呢 让东西顺境的时候 不要神 但是神也都很恩待我们 就是很多时候 神给一些 困难我们 挂醒我们 让我们 知道我们的光景 神给他第二个梦 他见完之后 就很害怕了 这个梦 这个梦呢 我很简单去解释 就是他梦见 是一棵树越来越大 越来越强壮 去到地极 然后呢 那棵树呢 就被一个 天上来的聖者 斩了 剩下一个根 这个根 是被一个 铁 铁铛 铁铛的链围住 就放在一些 抗野地的清草地上 就 比日晒雨淋 好像动物一样 直到七年之后 原来呢 解梦的意思就是 上帝已经有个裁决 这个是裁决来的 不是跟他商量 是一个裁决 就是要他 好像动物一样 吃草 经过七年的时间 要等到什么呢 等到你承认 至高者在世上 在世人的国中掌权 他喜欢把国似级谁 就似级谁 因为为什么呢 刚才我讲到那个金像 尼布格尼撒王知道上帝要改朝换代 但是他不想 所以他要做个金像 永远都是金色 永远都是巴比伦国 他不肯接受上帝 的 权力 上帝喜欢这个国给谁就谁 他要 上帝要 这个王 承认这个事实 承认上帝的 主权 当你承认的时候 你的国就给你了 所以他们就真的 去回 七年之后 才会回复正常 这七年里 王就好像野兽一样 生活 但是这件事 这个梦境 解完之后 其实上帝是给了 尼布格尼撒王 十二个月去悔改的 因为 但你跟他说 请求他接纳我的劝告行公义 断绝罪恶 联敏受欺压者 但是 他不听 甚至说 这个大的巴比伦城 不是由我 他还是自我中心 是我做的吗 是显我的光荣耀的吗 他看不到上帝 那立刻他一这样说的时候 天上就有声出来说 你的权已经被递夺 他精神神智就有问题 好像动画一样 生活了七年 接着去到 七年之后 他的理智回复的时候 他才 再一次 赞美 上帝 今次他就真是 得救了 今次 神牵卑了他之后 他看到上帝的觉 是无窮无尽 直到万代的 上帝是凭自己主意去行事的 没有人拦得住他的 他最后是接受了 上帝的绝对主权 他可以是 令到 骄傲的人 他都可以贬低的 这个就是他自己 所以他开始接受到 原来上帝是 满有主权 绝对主权 是改朝换代的上帝 这个就是 尼布格尼撒王 一个极权者 最后认识上帝的结局 去到第五章 当时已经转了皇帝 第五章之后 尼布格尼撒王之后 其实一个叫做 拿 拿波尼道的人 是在尼布格尼撒王 那里散夺了他的权位 但是跟着他就自己退隐了 就找他的儿子 白沙撒 去 负责政权 这个白沙撒王 就在 那个 殿里面 将 当时在尤撒冷 拿出来 圣殿那些金银 那些器皿 拿出来喝酒 和那些飞笨喝酒 而且他是赞你 用其他所做的 金银铁 金铁石所做的那些神 当时他们喝酒 用这些器皿的时候 突然间他看到 墙上有些字写出来 就很害怕 面色大害怕 原来 他这样做 是在涉夺上帝 上帝就要立刻去 停止他的王权 在这里提到 丹尼里跟他们说 你祖先尼布格尼撒 他以前 心高气傲 妄自尊大 上帝就将他的国 那里赶下来 等到他承认 上帝 是可以 在各国当中掌权 他喜欢给权 谁就给谁 你虽然知道这件事 但是你都不会去谦卑 还要抬高自己 敌对 天上的主 你将那些 被守造的神 去敬拜 不将 荣耀敬拜 给真正的神 所以你的日子就完了 那那一日 代马仁大利乌就取代了 法杀杀王 他就被杀 亡国 就死了 最后一个 第六章 原来做好事 好像 约室那样 未必有好报 当时大利乌 当权的时候 他要设立一个 12个 120个总督 当中有三个是总长 最高级的 而 但以利 是其中一位 但以利是没有 没有过失的人 没有把柄的人 他是忠心可靠的人 所以他们想 唯一要害他 就是在他神里面的法律里面 找些把柄 那么这个大利乌 这个也是一个极权者 跟很多年代的极权者 都一样 身边也有很多人在拍马屁 奉承他 他们就跟这个王说 你立了一条法例 三十日之内 除了向你 敬拜之外 不准向其他王以外的神灵敬拜 感性道记载 但以利是知道这个命令是盖了玉璽 但他怎样做呢 他回到他家 上楼上 开窗 向着耶路撒冷 一日三字跪拜 向神 祷告感谢 与素尚一样 那重点是什么呢 他知道的 他知道他向 上帝敬拜 上帝 就会被扔入狮子坑里面 他没有删枪 他如常一样去开枪 那现在的人就会说 你真是 有很多事 你关上枪 敬拜就行了 又可以敬拜 又不会被人知道 但是呢 这里给我们看到 要敬拜上帝 是不能妥协的 妥协就不是敬拜上帝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但是你知道 他敬拜上帝是会死的时候 会被扔入狮子坑的时候 他继续敬拜祈祷 是素尚一样 我想强调素尚一样 就是说他不是特别害怕的 他平时知道是有什么结果 他当平常一样 平常心 去面对 他不会特别去想什么方法去逃避 这个后果 因为他摆上帝为先 最后我们看到 你尊重上帝 上帝尊重你 他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因为他信靠上帝 就是因为他用生命去做见证 大利乌王 又是一个宣告 他说你的神 是个永活的神 永远长存 角度不会灭亡 所以这些的王 就是因为他身边有一些好好 为神作见证的人 是改变了王的心 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些人呢 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去反省 我们究竟 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去 附和王权 去保住自己 还是我们为了上帝的缘故 去影响这个政权 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 要为我们的 为自己 为我们的教会去祈祷 最后 看最后这几页 落火坑 可怕吗 可怕 落狮子坑 怕不怕 怕 但是这两样怕 都不够你得罪上帝的害怕 因为 耶稣基督 在马太福音路跟我们说了 哪些东西要怕 哪些东西不用怕 杀身体 不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将身体和灵魂都可以灭 在地狱的 才要怕 我们要敬畏的是上帝 以敬上帝为先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 summarize 简介我今天讲的内容 但以理书里面有三个主题 ABC 神是 有绝对主权 更换朝代 凡是立志跟从神的 而受苦的 都有神的同在和保守 但是我当我说 神的同在和保守 是包括 即华不然 即华 包括神不帮我 但是神也要我同在 而神是会警戒敌党神的掌权者的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重点就是 但以为和那三位朋友 他们敬畏神的心 是很平淡 素常一样 所以那三位朋友 跟那位王说 我没有跟你讨价还价的空间 我不需要跟你讨论 素常一样 但以你去敬拜上帝 他们没有为了个人的利益 去执行不公义的政策 甚至带头的 叫人去拜金像 他们作光作弦 用他们的生命做见证 反而是影响 政权和掌权者 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上帝 所以在神的原则之下 敬畏上帝是没得妥协 妥协的就不是敬畏上帝 第二点 两个王 尼布格尼撒王 他知道 上帝的宣告要改朝换代 但他想永续权力 他开始 没有了安全感 他要用 恐惧 要让人家对他有效 对他效忠 但是神也很恩待他 他不肯去承认上帝的主权的时候 神重手的 令到他去谦卑 最后 获得拯救 最后他亲自的去赞美上帝 但是白杀杀王 他知道尼布格尼撒的经历 都不去谦卑 最后神就要让他当日去死亡 最后 还有 那三位不肯 拜金像的人 是被那些 军人 扔下去火遥 执行一些不公义的命令的人都有代价 他们会被烧死 陷害 但以利的人 他们和他们一家人都被狮子吃了 所以呢 如果你是执行 一些法律的人都要小心 在以赛亚司徒提到 那些制定奸恶律例的 和那些记录诡诈判语的 有和了 因为将来会有审判 所以 这些神的惩罚 如果不是立刻来 审判的时候都会来 所以我们 现在我们作为基督徒 很重要的就是要在逼害你 或者来近 或者来之前 我们要尽快的去 看多一些圣经 让神的话装备我们自己 因为圣经讲的那条出路 那条出路就是上帝的教训 教我们怎么去做 所以我们要立志 无论是在什么困难里面 即或不然 就算上帝不救我都好 都是要去敬畏上帝 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个人有的东西 因为 我们眼前的东西都是过眼闻烟 几十年充充的过去 我们要定性永恒 这个是我们一个 旅居的地方 我们是一个过客 如果上帝要我们去为他受苦 就用喜乐的心去接受 我们看到 上帝是掌管 人类历史的上帝 我们现在就算面对困难 改变不了现状 都不可以同流合污 我们不是个个都是要去 那些 很激昂的 好像 但以你 或者三个朋友 那样面对 那么大冲击 那么大试炼的 基督徒 大试炼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留给我们 在列王记上 当以利亚先知以为 剩下他一个 其他属于神的人都死了的时候 上帝跟他说 以色列 当中 他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个 是未曾向巴力跪拜的人 也都未曾与巴力亲嘴的人 这七千人是无名无姓的 今天你和我就可能是要做 这七千个人 是不向 假神 跪拜 所以我们要用尽快的用我们 神的说话去装备自己 结尾的时候用回 提摩泰 后书 保罗使给提摩泰的遗诅 这里这么说 凡是纳志在基督里面 是纳志 敬天到日的人 也要受迫害 意思是什么呢 叫我们不要有一种假象 以为 做基督徒会很安逸的 因为圣经里不是这么说的 凡是纳志 纳志就好像 但以利和他三位朋友那样 凡是纳志在基督徒过 敬天生活的人 都会受到迫害 就算但以利他没有过犯都好 那些人都在宗教上找过犯去 害他 但是这些作恶的人 有一个特点的 他们越来越恶 这里讲到越久越恶 还有一个特点很特别的 他欺控人也被人欺控 即是说 他不停说大话 他附近的人都跟他说大话 听听下大家都信了大话 即是现在我们说misinformation 即是我说大话 去说一些 附近 我身边的人就跟我一起去说 说一下大家都信了大话 原来他们有这样的特性 但是我们不同 我们要 去学习圣经 因为圣经是 神的教训 神的律事 是叫我们完全的 我们 尊重上帝 尊重上帝尊重我们 耶稣基督叫我们 怕的是上帝 不是人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这位置 如果有问题 欢迎大家 提出 好多谢许教授 大家可以 打开你的麦克 还有 欢迎大家 打开你的相机 我们有一支交流 有什么问题 或者分享 回应 都可以 欢迎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都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权底下, 那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你对于你的政权有什么回应呢? 又或者现在在这个世界大面, 很多的错误。 我们都是往往听到不同的说法, 特别是这个末世的时代, 有海啸,有瘟疫,各样东西。 大家怎么看这个末日呢? 主什么时候回来呢? Tick哥,你最多有问题的,Tick哥。 是,请去教授。 我是,你就是,是温温望望,就是由上根本, 这会是想法,顺利就是。 崩教授,你那声音好像不断续续, 是不是要努力? 现在要去哪里? 好点。 我的問題是 政經裡面也提到 也有教授要尊敬遵守著 他們的權力也是第二 剛才也聽到教授講到 這個政權和神權是有不同的來源 在什麼時候你覺得我們已經去到一個 不能夠再接受 未必一定要遵守法律或者權力 在那個分界線是在哪裡呢? 我想如果有人權 所謂神權和政權有衝突 其實最後人都是在政權之下去接受那個後果的 例如說耶穌基督被判釘十字架 他都是在政權之下去付那個代價 但他付這個代價是為了神去付 我們看到彼得和保羅都是一樣 即是說當如果舉個例子 在保羅和彼得的時候 他們承認基督徒的身份就要被處決的 當時他們兩個因為是基督徒的身份的緣故被處決的 我們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承不承認呢? 所以我之前提過一個事 就是我和我的兒女談過一個例子 就是如果前幾年有些恐怖分子 他抓了一些人之後 就問問誰是基督徒 你承認那些是開箱殺先的 那時候其實就是有一個衝突在 即是說我要承認基督徒的身份就可能會被處決的 那我就和我的兒女說 我說我求神給我到時有那種勇氣去承認 即是我不敢告訴他們 我一定是勇敢 但是我求神連吻我 就是如果我遇到那個情形 我會去承認 那如果神救我 那就沒事了 即是說不然呢 這樣就要付代價了 但是呢 都是在那個政權之下去面對的 因為走不掉那個政權 因為我們現在在那個政權之下 但是呢 有幾樣東西我們要留意的 就是我不會參與做一些違背上帝的事 最多我不做 如果我不做要付代價的 我就好像黃明道那樣 他在22年牢 他的太太在15年牢 再加3年的勞改 那麼去到那個地步 即是要跟神權和政權有衝突的時候 基督徒就是負代價的事後 但是我們都是去到 就算他坐牢也好 都是在那個政權之下的制度裏面坐牢的 只是負代價那種方式去面對那個政權的審判的 但是如果保羅和我們說 你立志都不要望有舒服的日子 即是我要準備好 我們就要提醒每一位 因為保羅自己死的時候 最後那本書信給提摩太太 就是提醒他 你立志就要準備受苦了 其實都是在政權領域受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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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個問題 是 就是神秘我們有不同的崗位 有些去到在黃的旁邊 有些是很卑微在下面去默默耕耘的 有些人說 我一定要在政治領域 因為我們認識這個政權 所以會有很多的討論 甚至乎是爭拗 但有些人說 我不是這個範圍裡的人 我不認識或者我不明白政治 你覺得這些人怎麼看呢 他們是信主的 但是他們不會談政治 所以他們也沒有這個衝突上面的問題 但是是不是這些人是不對呢 怎麼看呢 我想神不同人的邏輯不同 有些神可能是在政治崗位上 要他們付出的 要去影響政治的 有很多是 好像那7000個不向巴力跪敗的人一樣 無名無性分散在社會各個階層裡面 那些人仍然可以造勇造光 就是你只要你是不參與得罪上帝的事 無論你那7000 我經常都希望自己是那7000個人之一 希望大家都是那7000個人之一 因為不是每個都好像彈以利一樣 要去到最高級那裡 因為那些人是很少的 那些人是很少的 7000個無名無性 但是不向巴力跪敗的人 那7000人是影響力大的 但是他們要作言作光 如果需要的時候就要付代價 因為耶穌基督說得很清楚 我們要記住 將耶穌基督每一句說話 是當成絕對真理去聽 他叫我們數算門徒的代價 他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不用付代價 就不會叫我們教訓我們那件事 他如果受苦 任何跟他的人都會一樣 因為學生不會比老師厲害 他很語重心長的跟我們說 叫我們計算做門徒的代價 所以我唯一就是說 假設如果我們要被迫去拜金像 那我們就要付代計算的代價了 究竟你是願意 為了短暫的生活 的供應 的穩妥 保持一個職業 還是說我相信上帝 就算我沒有這份工 即是說不然上帝不給我 第二份工我 我都不去拜金像呢 聖經裡跟我們說 藉著旦爾里和他三個朋友跟我們說 我們要納智 重點就是要納智去跟從上帝 敬畏上帝 這個就是真正基督徒應做的那一步 但是做得這一步的時候 就要付代價了 我這樣說的時候 我不是叫大家去付代價 因為我也要去付代價 如果我要這樣做的時候 但是你計算一計算 將來我們短暫的和永恆的相比 短暫我有的東西 如果我妥協而有的東西 都是沒有永恆價值的 所以我唯一就是要提醒一下 弟兄姊妹 學去看永恆 若白記重要之處就是提醒我們 我們赤身路看而來 我們赤身路看而去 我們帶不走現在的東西 有些人 有些是早一點的離開 有些是遲一點的離開 但是都要離開 如果我們定睛看到永恆的時候 就好像彈以利一樣 他的重點是素償一樣 素償一樣 記不記得我以前提過 試圖約翰那個學生 後來去了士梅拿做主教的 一個主教 他八十幾歲的時候 因為羅馬的政權 要他拜海撒 他不肯 當時那些人都對他很好 你拜一拜就說我放回你 你都這麼老的 他的回答就是說 我的主 在過往八十幾年恩代過我 他沒有做過一件事是害我的 我不會做一件事害回 就是對我的上主不敬 因為他看到永恆 如果我們看不到永恆 我們就是看眼前的 我是香港的陳聲匹 其實我早兩次也有聽 也有問過一些問題 所以David說 我有很多問題問 不過我剛才很想追蹤 剛才有人提過 究竟這條街線 什麼叫做拜金像 什麼叫做後鐘呢 就是後面那裡 我猜我們經過這幾次說 我猜我明白 但是就是有一些事情 譬如我做一份工作 或者做一些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可能有時候真的要簽一個契約 我效忠我的老闆 或者我效忠那間公司 或者效忠一些事情 或者我做老闆的時候 例如我有些朋友 就要澳門開賭場 他見到公司的老闆 他可以選擇做那個工程 因為不做工程 於是有些基督徒 有不同的選擇 我知道 但是譬如在剛才說的政權 如果用巴比 即利布格尼莎時代的金像 敬拜 和現在我們 譬如說 一些效忠的文件 我現在退休了 但是之前我都要簽一些東西 和政府或者什麼 那我都要說 我效忠你做好我的工作 還有那個拜金像 是不是可以同日如雨呢 或者根本是一個妥協 就是我簽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我們如果打工 通常我們簽的合約 都是一條叫做loyalty clause 一個叫做中文點也好 就是一個條文就是 你不會做一件事 是影響你那個機構的利益 例如說你不會把你的資料 是賣給你的競爭的對手 那這些呢 如果是 這些是合乎公義的 你明白嗎 就算一些人去移民一個國家都好 他說他可能他要去效忠 令到國家更加和平 更加平等 那這些不是問題來的 如果這個效忠 如果那個對象 是會做一些事情 是去得罪上帝的 那個就開始有衝突了 那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打一份工 我們說我們是 不會做一些事情 是傷害這個機構 例如說我將這些資料 出賣給對方 其他公司這樣 那這個是公義的 這個不是跟神權有底足 所以我們最重要就是 那個的 loyalty 會不會跟上帝的價值有衝突 那個就是那條界線 就是說你今天說那個 就是那個應對的方法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不同的政權 或者不同的位置 剛才David也提過 可能有些人真的要直接的 是要去面對的 有些人根本他都 他所處的位置 他是無需表態的 就是這樣的時候 就是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是容許的 但是當你發現自己那個 要做個決定 是違反了一些上帝的 對的界明和準則的時候 沒錯 我們就要處理 怎樣去衡量 究竟這件事 是不是違反 以及做這個 loyalty course 或者 loyalty covenant 究竟是 在哪個位置的時候 就要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政權 不同的位置 然後你要讀多些真理 剛才你提摩泰 提我們 要明白上帝 沒錯 然後就做出決定 做出決定的時候 預備 你要付代價 所以我留意到 但是你和他三個朋友 他說那條線 那個範圍是很大的 他小小事情都不想 行答答錯 因為他們就看到自己 國家滅亡 看到 好像我剛才說 耶利米舒 耶利米舒 我已經跟你說了23年 你們都不聽 約亞敬王 甚至將他講得太多 直接抓住他去坐牢 先知也要坐牢 但是這班年輕人就不同 他看到 他知道這個先知說的 是對的 所以他那條線 就很清晰的 我小小事情 我走 就是 飲食我都不犯 去到這麼盡 所以這個是我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 首先要認識到上帝 知道上帝的價值觀 然後我們才有智慧 去做一個判斷出來 但是 你讓我們看到 他那條線 是很盡的 就是他很少少東西 他都不觸碰 所以我之前 我講過 就是說我有個小學的同學 我很尊敬他的 以前他曾經是一個 最大的賭博公司工作 他做到退休都很安穩 很多人工又高 就因為信仰的緣故 他給他 如果你看回 阿伯拉罕 他救完羅德的時候 遇到兩個王 對薩蘭王 阿基茨德 他就很 他捐十分之一給他 他對 那個 索多瑪王 索多瑪王 給他一些財物 他一點都不要 甚至他發誓不要 這就是那條界 得罪神的事 我不要 不敬畏神的事 我不碰 那條就是界 如果達爾尼 那三個朋友 那件事 如果達爾尼是負責要人 拜金像 他就要辭職 或者要被殺 阿羅恩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譬如說 有一個政權 有一個國家 是明顯 禁止基督教 是打壓基督教的 那我們那個 這個 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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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這個國家 我就不喜歡 我都覺得 敵對他 我不去 就是不去那裡 旅遊 諸如此類 說什麼都不對 另外一個 層面就是 Michael 我仍然是 policy by policy 每一個制度不同 甚至乎每個階層的人民不同 哪個部份不同 哪個部份不同 那其實應該是 採取什麼的角度來看 這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我思考了很久 這個問題 我怎樣得到答案呢 就是 大家看回 《施洗日漢》 《地撒》 那一刻 《施洗日漢》 那些門徒 就告訴耶穌 聽 耶穌聽完之後 他就很安靜 他就 退去 一個地方 獨自一個人 我相信 他退去 因為他很 很傷心 因為那個是 他的 表哥 然後他祈禱 然後他就去 牧養那些人 他去教導 這個給我一個很大的提醒 就是說 我見到一件很不公義的事 為什麼呢 《施洗日漢》 他為什麼要死呢 他就是說 這個分封的希律王 他娶了他的《施洗日漢》 他把自己的太太離婚 這個是不合道德的事 而施洗日漢去指責他 今天有些人就會說 喂 不要那麼多事了 好不好 關你什麼事 他有權你無權 但他作為上帝的先知 是他的責任要說出來 如果上帝要他說 他就要說 這樣就要付代價了 是不是 那一件這麼不公義的事 耶穌聽到 他第一個反應 不是叫了門徒那幾千人去 打個政府 圍著個政府 他不是 他第一件事 是去教導那些人 教導他們的真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相信 上帝的作為 不是靠有時候 一兩個人去做 你反而是一批 明白上帝 好像那七千個 不向巴力跪拜的人 他們整體在社會裏面 如果他作剛作義 才影響到社會 所以 耶穌基督對 斯西約翰死的信息 的回應 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示 他第一件事是 強調那些門徒的信心 因為他看的角 不是現在的角 如果你見到 斯西約翰是不公義死 最大的不公義 就是在耶穌十字架上死 那件事 所以我們今天見到 很多不公義的事 沒錯 是不是有子錄為馬的事 沒錯 但是最差的事 在這個人的歷史裏面 就是耶穌基督為我們死 所以我們要分清楚 聖經道 我看回耶穌基督的例子 他當時不是帶人 去圍著一個政府機構 他不是圍著去打他們 他罵都沒有罵他們 當然他最後說 希律是狐狸 你知道耶穌怎麼看他 但是他在行動上 是準備著一個永恆的角 裝備著一些人去面對永恆的角 因為沒錯 斯西約翰是不公義 我們見到的東西是不公義 但是最大的不公義 是在耶穌身上 而他緊張的是永恆的生命 不是現在的政權 雖然政權是由他掌管 人的邪惡難阻不到上帝的工作 所以就算我們在一個很窒息的空間裏面 覺得已經是沒有正義的環境裏面 我們看回今天的信息 要相信上帝仍然是掌權 如果眼前好像什麼都沒有 好像 先知以利亞 以為沒有了人 不是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有7000個 不向巴力跪拜的人 那這些人就要去敬畏上帝的人 在各行各院裏面 發揮影響力 這個影響力可能不是即時看到的 那是否就是 不要這個 那個 不要 就是 不要 不管這些 我永遠不去這個國家 永遠 他們所做的事 全部我都不接受 就應該是 specific 不是 不是 你看回就是一些最禁制 基督教的國家 都難阻不到上帝拯救人 你看到哪些國家 越禁制得多 信基督的人數就越多 我以前在我香港教會 我做了很多年錯誤的祈禱 當時我經常是為 一個禁制基督教的大國祈禱 我很少為台灣祈禱 後來我發現 看回那個比例 基督徒的比例 原來台灣很少人 所以我現在要為台灣的基督教 基督徒 所以神的工作是我們 人的智慧是想不到的 我看回王明道牧師夫婦 坐了22年牢 我沒有聽過她的講道 但她的見證就是 激勵到我們很多的信徒 走多一步 不用說的 生命見證 英文說 Actions speak louder 是吧 所以我剛才說的那條界 就是當 政權 人權 我說人權 不是單止政權 人權也是 現在很多國家 人權高於神權的時候 是蝕俗上帝的 當人權高於神權 就是蝕俗上帝的 一樣的 好 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許教授給我們 非常豐富的一個聖宴 很感謝你 或者這個時候呢 我們請你帶領我們結束提託 也帶領我們去立志 跟隨著 謝謝 好 師傅 我們感謝你給我們 可以看回 你留給我們的珍貴的話 我求你幫助我們 叫我們去立志 叫我們 真的不要去得罪你 讓我們每一個都 有能力 求你聯繫我們 在關鍵的時刻 叫我們踏出一步 願意為你做見證 用我們的生命 影響其他人的生命 好叫人家去看到神理自己的偉大 我們這樣去祈禱 教堂是奉我們救主耶穌基督 阿们 多謝 多謝